Nemphis热播韓劇由游戏掀起全球热潮 大批剧迷敲碗推出第二季 虽然导演黄冬赫9月底曾表示 没有心力开拍第二季 不过近日在接受CNN采访时 松口因为很多人期待 所以考虑了第二季内容 将会把重点放在李炳县饰演的面具男 和他的警察弟弟黄俊昊 以及在地铁到处和人玩打画片的 神秘西装男孔流 希望第二季能说明这三个人物的来历 另外黄冬赫也透露剧中角色 都是参考他身边的人 像是男主角陈其勋和曹尚佑的名字 就是取字朋友 个性设定则和他本人有关 陈其勋和导演一样 在双门洞的单亲家庭长大 曹尚佑则是同样毕业于首尔大学 粉丝们得知第二季消息后都兴奋表示 光是想象就觉得超精彩 可以再看到李炳县 为何俊以及孔流的演出实在是太令人期待啦